几乎每一天地牛都在翻身 台大地级系教授就说这样的场 5点多地震大概是平均大概是每个一次到两次 那现在是短短两三天里面有那么多 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奇怪就是 过去经验里面大概没有 很多民众一定有感受到在半夜的凌晨0点53分 在恒川有发生规模一起5点9的地震 当时高雄屏东都有三级的震度 云林 嘉义 台南 台东 澎湖 则有感受到两级的震度 其实这起地震不止规模不小 就连镇央也很罕见在高雄的恒川 接着在凌晨2点28分 又发生了规模4的地震 镇央在宜兰南澳 花莲3级 宜兰4级 其实光是从29号到30号 有感地震就有15次 重点是7月还没结束 已经有8次规模5以上的地震 这么多的5点多的地震来讲 那么平缓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告诉民众还是要小心 往后这几天 这一个月或怎么样 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地震发生 还是要警告民众最好 也不能排除了921那样的地震 不排除 西洋局的地震中心则表示 目前很有可能是台湾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大地调节释放能量其实是好事 只不过一震再震 现在又刚好进入921 即将建满10周年 多少让人有巧合的联想 昨天新闻出发言 这种社长一台北采访报道 还要提醒很多人喜欢上健身房